梁欣琳 勳爵 非常歡迎梁欣琳 勳爵 以工黨臺灣支友會共同主席 以及工黨影子商業及貿易副大臣的身份 率領工黨議員訪問臺灣 相信這場的訪問將增進臺灣和英國的相互了解 也讓未來的合作能夠更加的緊密 藉這個機會 我感謝梁欣琳 勳爵 以及各位貴賓 在去年3月成立工黨臺灣支友會 強化英國的友台力量 持續促進太英國會交流 我要感謝英國國會對台海議題的重視 去年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及國防委員會 都發表了印太報告關切台海和平對全球的重要性 維護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是國際共識 我們也期待跟英國和其他民主國家一起努力 促進區域的繁榮發展 過去幾年 臺灣和英國在經濟 科技及離岸風電等交流 都有豐碩的合作成果 就是去年 臺英簽署的提升貿易夥伴關係協議 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我相信未來臺英雙方能在為貿易投資 再次能源以及淨零碳排等領域深化合作 為彼此創造雙贏的發展 隨著英國加入CPTPP 我們也期盼英國能夠支持臺灣的申請入會案 讓臺灣和英國能夠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 共同為世界帶來更多的貢獻 我要再次感謝各位的來訪 充分展現英國工黨對臺灣的友好跟支持 在座的有幾位貴賓是首次訪問臺灣 也歡迎各位未來常常來訪 一起持續深化臺英的情誼 謝謝